你好 徐大哥 我是吴女士 我是小五 你好 徐普生 离异 65周岁 退休金7000元 家住吉林市 住房面积40平米 徐大哥上一次在我们节目相亲 两个人有缘牵手 但是很可惜 他们无缘相守 女的啊 啥子 太大风啊 一看我好说话 我这条件那条件 我说不行 把公司牵给她 那么开玩笑的不是吗 还把她妈整了 那么开玩笑不是吗 知道徐大哥 现在恢复了单身状态 不知道他的择偶标准 还和之前一样吗 没电话呀 我这五年 就是个择偶标准 白点的 胖点的 圆点的 对眼圆 都是好看的 大哥的择偶标准 还和之前一样 红娘赶紧跟大哥说 想给他介绍一位 完全符合他择偶标准的人 你不是圆点 有点胖 有点白 是不是 这行 就只好符合你的要求 对对对对 看看形象 有没有演员 另外那些看两个 能不能合得来知道不 如果合得来 我们可以处知道不 红娘告诉陈大姐 大哥想要和他见一面的消息 可把那高兴坏了 大姐赶紧去买了水果 都把红娘去接她的事 给忘了 妈呀 嗨 小五 嗨 开大哥的了吗 不能空手来 你妈这种一眼没照顾到水果都买好了 这动作挺迅速啊 走吧上楼看看去 几不紧张现在 紧张 咋紧张呢 别紧张 奉索我跟你说 大哥是个可文柔可文柔人了 喜欢肯定要紧张 也不喜欢就无所谓了 是不是 那一会打算咋表现自己啊 表白 表白呀 喜欢嘛 喜欢就大声说出来 哎呀 太好了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陈大姐真是一个勇敢追爱的人呢 两个人满怀期待的见面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陈大哥 哎 哎 我把大姐给你留了啦 你满怀了呢 没啥嘛 买什么东西 没啥买一个这块 该拿回去拿回去不要啊 下水果留啊 不要啊 是的 是这一点心 不要不要不要 这不要 那我很高兴啊 水果拿回去不要啊 刷水果留这边知道不 谢着心啊